160 澳門日報 暢礦舊樓維修資助範為街總企當局助詩流鹽水 2015年7月18日拓問A01本部消息 輪浮沿水事件如波未了,政府前日決定維新建公屋抽養鹽水 藉此釋除農甲、街坊總會理事長吳小例子 街總暫時未收到有居民投訴,不過明白居民對食水安全的憂慮 特別是老齡堂樓的水管鋪設欠缺監管 建議政府擴大舊樓維修資助範圍 讓居民按照實際情況進行不同類型的檢查 不少例子,政府遲資檢驗食水、釋除農甲 的做法值得肯定 新建的樓宇大部分對水管鋪設有嚴格監管 相信不會有太大問題,反而舊樓更值得關注 因為大部分堂樓已有一定流齡,而且對水管鋪設的監管較為寬鬆 相對而言出現問題的機會較大 希望政府可以協助舊樓及施樓用戶檢測水質 令公連W.芯飲用 折衝辦法試將舊樓維修資助範圍擴大 讓唐樓住會按實際情況決定是否需要驗水 令社會大連W.芯 香港上週陸續發現公屋有食水養本含原量超標 令港澳兩地居民人心惶惶 政府前日宣布,加強日常水質檢測 同時亦會安排對新建公屋的內部供水系統 進行水質取釀化驗,確保澳門食水品質 財政策 黛度 財政策